周四,瑞典安全局发表声明称,已经完成对北溪天然气管线泄漏的初步调查,发现瑞典经济区内的北溪1号和2号管线附近曾发生炸药引爆事件,进一步佐证了外界对北溪天然气管线被人为蓄意破坏的推测。 调查人员表示,已经取回现场证据,并正在进行分析,管线泄漏的附近水域也将被解除封锁,但并没有透露爆炸是如何发生,以及谁可能对爆炸事件负责。 与此同时,丹麦警方仍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内调查其他的北溪管线泄漏点,但拒绝提供最新进展。 当天,俄罗斯继续对被拒绝参与调查表示抗议。 俄罗斯表示,联合国安理会的西方成员国不但拒绝邀请俄罗斯调查,甚至不允许俄罗斯加入已经进行的调查之中,这一做法让人无法理解。 同一天,俄罗斯当局宣布,将限制俄罗斯渔船进入俄罗斯港口,暗示北溪管线被破坏或与俄罗斯有关。 俄罗斯方面始终驳斥北溪管线是被俄方有意破坏,同时指控是美国及欧洲盟国蓄意破坏了北溪管线,从中获取出售天然气的暴力。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。